母亲是一种岁月 作者张建兴 少年的时候 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 青年的时候 对母亲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 只有当生命的太阳走向正午 人生有了春也有了夏 对母亲才有了深刻的理解 深刻的爱 我们也许突然感悟 母亲其实是一种岁月 从绿地流向一片森林的岁月 从小溪流向一池深湖的岁月 从明月流向一座冰山的岁月 随着生命的脚步 当我们也以一条鱼尾纹一缕白发 在感受母亲在感受母亲额头的皱纹 母亲满头白发的时候 我们有时 风尘仆仆有血有泪的岁月 岁月的流逝是无言的 当我们对岁月有所感觉时 一定是在非常深沉的回忆中 而对母亲的牺牲有所体会时 我们也一定进入了付出和牺牲的季节 有时我在想 母亲仅仅是养育了我们吗 倘若没有母亲的付出 母亲的牺牲母亲巨大无私的爱 这个世界还会有温暖 有阳光 有沉甸甸的泪水吗 我们终于长大了 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 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母亲 当我们以为肩头挑起责任 也挑起命运的时候 当我们似乎可以傲视人生的时候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发现 我们白发苍苍苍的母亲 正以一种 充满无限怜爱 无限关怀 无限牵挂的目光 从背后 注视着我们 我们会在刹那间感到 在母亲的眼里 我们其实永远没有摆脱婴儿的感觉 我们永远是母亲怀里 那个不懂事的孩子 往往是在回首的片刻 在远行之前 在离别之中 默然发现 我们从未离开过母亲的视线 从未离开过母亲的牵挂 谁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我总在想 我们又能回报母亲什么呢 母亲是一种岁月 无论是我个人的 也许平庸 也许单纯的人生体验 还是整个社会前进 给我的教会和印证 在绝无平坦而言的人生旅途上 负担最多痛苦 背着最多压力 咽下最多泪水 但仍以爱 以温情 以慈悲 以善良 以微笑 对着人生 对着我们的 只有母亲 永远的母亲 于是我便理解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人之事 将伤痕累累的民族 视为母亲 将滔滔不断的江河 视为母亲 将广阔无垠的大地 视为母亲 因为能承受的 母亲都承受了 该付出的 母亲都付出了 而作为一种岁月 母亲既是民族的象征 也是爱的象征 也许因为我 无法回报流淌的岁月 所赐予我的 所以我 无时不刻 不再爱着我的母亲 我的老母亲 在我的眼里 母亲 是一种永远 值得洒泪 感怀的岁月 是一篇 总也读不完的 美好故事